高宗里希称帝之後改年號為官武 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一個帝國和第一個皇帝出現了 高宗也是真的想要好好幹 富國強兵 他開始了官武改革 政治上強化君主專制 軍事上大力闊軍 鼓勵工商業 積極的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 試圖將大韓帝國推向現代化 但是很遺憾的是 這時候的朝鮮依然是列強們搶奪的肥肉 被吃下去是早晚的事情 不同的是是誰來吃 怎麽吃而已 決定朝鮮命運的主要有兩個國家 日本和俄國 長期以來 俄國都利用地緣的優勢向中國擴張 在東北獲得了各種特權 還積極的插手朝鮮 但是日本崛起之後 同樣利用地緣的優勢 目標也指向了東北和朝鮮 1903年的時候 雙方最後攤牌 日本表示 自己要吃下整個朝鮮 東北嘛 咱們可以再來分一分 俄國則說 不行 東北是我的 但是朝鮮嘛 咱們可以再來分一分 為了自己的利益 兩個列強態度都很堅決 既然談不攏就打嘛 於是在1904年 日俄戰爭爆發 結果俄國戰敗 雙方簽訂了普茲茅斯合約 俄國不但承認把朝鮮給日本獨佔 而且中國東北地區也由雙方軍分 最後的靠山沒有了 日本立馬就在1905年的時候強迫朝鮮簽訂了日韓保護協約 規定朝鮮的一切外交事務都交給日本包辦 這樣一來 作為一個完全沒有外交的國家 朝鮮失去了獨立的地位 成為了日本的附庸 皇帝高宗李希不願意看到朝鮮就這麽被日本統治 1907年的時候 他秘密派遣使臣 到海牙國際和平大會上 在各國面前控訴日本對朝鮮的欺凌 表達了獨立的願望 這麽做就是希望國際社會能夠深援朝鮮 等朝鮮代表深淚俱下的說完之後 各國的代表都懵了 你們和日本不是簽了那個什麽保護條約嗎 日本本來對你們就有保護的權利啊 會不會是搞錯了呀 我們先問問你們老大高宗吧 於是和平會議給高宗發了電報 確認這些代表的真實身份 那麽問題來了 日本不是已經控制了朝鮮的外交權嗎 所以電報被日本人知道了 這下就麻煩了 日本一邊給和平會議回覆 沒有這回事 一邊拿高宗開刀 逼迫高宗退位 讓他的兒子離職來繼位 這就是純宗 這時候朝鮮王國已經盡在眼前了 朝鮮的人民當然要起來反抗 但是都被日軍血腥的鎮壓了下去 1910年的時候 朝鮮的大漢奸李完勇 以總理的身份與日本簽署日韓合併條約 內容也很簡單 大漢帝國沒了 歸日本統治 建國500多年的李氏朝鮮 稱帝十幾年的大漢帝國 到此煙消雲散 通過日韓合併條約 日本開始在朝鮮半島長達幾十年的殖民統治 日本大搞奴化教育 把日語作為國語強制教學 提出日韓同組的說法 試圖依次來同化朝鮮人 朝鮮的物資源源不斷的運往日本 而日本的軍隊和移民則不斷的踏上朝鮮的土地 朝鮮反日組織也遭到了徹底的鎮壓 當然 日本政府在朝鮮半島大力的新修基礎設施 也促進了朝鮮半島的現代化 當時的純宗就是壹個傀儡 而太上皇高宗也被軟禁 1919年的時候 高宗李希離奇的死亡 日本公布的死因是腦溢血發作 但是因為他死的很突然 所以很多的朝鮮人都認為他是遭到了日本的毒殺而亡 3月1日 在被高宗舉行國葬的時候 藉悼念高宗的機會 韓國獨立人士宣讀了獨立宣言書 向世界宣布韓國獨立 引發了京城和其他多地民眾的大規模反日遊行示威 史稱三英運動 三英運動的獨立浪潮席捲了整個朝鮮半島 有兩百萬以上的群眾參加了多起反日示威和武裝起義 後來三英運動遭到日本殖民當局的鎮壓 很多的朝鮮獨立志士都逃亡國外 壹部分人來到了中國上海 建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再後來二戰爆發 日本投降 韓國的歷史下次接著說 好了 今天的視頻先說到這 下次見 就算了, 此時空中最寫著 綺麗的東北 中國勝出在總、教堂的佛運動 台東北、中國勝出,中、 Björn、武裝 吳獨立大江、夢東、武裝車、 Cath、B、天啊 移動馬、述國、空手、靡守抵、潮、筋子、靡靠、换 minister、